今天投票也出現了不少違規的亂象 比方說我們要舉例了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鍾小平的競選步調 之間高掛在東門國小的圍籬上面 另外還出現有人在投票所 這邊直接接電話 或者是對著選票拍照 或者是亮出選票的情形 還有媽媽帶著未滿六歲的女兒 一起去投票 沒想到女兒很調皮 把票給撕毀了 國小圍籬掛上長長步調 寫著民眾黨 柯文哲晉總主委藍白唯一支持鍾小平 上面還印著大大的數字 明明來到投票當天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小 卻發現外頭掛滿國民黨中正萬華立委 候選人鍾小平競選廣告部條 這麼高調也被網友拍下 質疑他違反選發法 這個選發法規定 投票所30公尺以內不能掛 30公尺以外可以掛 這第一個 我們一切都知道違法行政 所以我們可以就到處亂選舉 我覺得選舉就是照規定來 再三強調沒問題 但這番操作可讓對手民進黨中正萬華立委 候選人五賠一氣炸 怒紅鍾小平公然違法 那學校的外場任何時候不是投票日也都不能要掛進選舉制 這已經涉及了一份不中立 尤其在選舉的當天 我們要求選委會一定要趕快進行調查以及依法來處理 不只候選人陷入純戰全台各地投票這天也是違規亂象頻傳 包括新竹縣光明國小投票所 有民眾帶著手機投票突然零像 甚至還有人直接亮票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國小也發現 一名男子拍攝空白選票變成指示箱拍照打卡 高雄市鳳山區跟有媽媽帶著未滿六歲的女兒投票 結果小孩不小心拉扯撕毀當中的政黨票 通通都將依違反選舉罷免法交由當地地檢署認定裁罰 將該母親及幼童代反所製作筆錄釐清室友 那全案依違反選舉罷免法 含請高雄地檢署及高雄市選委會參拜 呼籲民眾留意相關規範避免手中中藥的一票失效之外 還讓自己違法挨罰 記者洪教委 整陣書洪方生才能到